他没有按照过去的游戏规则 他就外挂了一个super pack 他爱怎么样去花钱就怎么花钱 所以他们直接的就影响了美国的选举 在选后你更可以看到 仿佛有一个川马混合体 他们两个共同来延商世界的大事 政府的效能啊 这些科技的大头 他们也夹着金融的实力 直接投入政治 然后现在呢又经由川普 去影响到美国的走向 一旦进入了体制 可以做各种的政治政策 那一般的小老百姓根本完全无力招架 马斯克呢无论如何都已经是赢家了 那路透社最近也引述了 这个知情人士的消息指出 因为刚刚左老师有讲到电动车这个部分 川普的过渡团队 他们最近正在计划要终结拜登政府的电动车 购车税收抵免 那主要的策划者呢 就是石油大亨韩姆 还有北达科达州的州长伯根 他们共同领导的这个能源政策过渡团队 从川普胜选以后呢 他们就密集见了好几次的面 主要呢就是针对的这个 拜登政府在2022年推出这个降低通膨法案 当中呢对于电动车购车 享有7500美元 大概是新台币24万的税收抵免 说要把这个税收抵免给废了 那这样子大家联想到是 可是现在这个马斯克不是当红吗 还是成为这个政府效率部门的共同负责人 这样的话会对特斯拉会不会先造成伤害 现在怎么看 我先说当有敌免的时候 但是特斯拉还是普普通通的表现 所以原来的Magnificent Seven里头呢 特斯拉是最后一名 而且它本来是最可能被除名的 所以补贴本身不能够让特斯拉变得强健 这件事情非常明显 也就是说消费者呢 不会光是看你的补贴就去做这些事情 补贴本身呢 也不可能把车厂挪回美国 当时有两个他们的幻想的事情呢 通通没有发生 就是会让更多的消费者去购买 然后更多的车厂可能会把一部分的装配搬回美国 这些都没有发生 那所以说补贴并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改变产业结构的方式 那我要讲一下这个马斯克 他自从当选 我刚刚看了一下 11月6号到11号呢 这短短的几天中间 他的特斯拉的股价涨了20% 从7500多亿涨到一兆多 一万亿多 那比较重要的是说 他的EPS就是每股获利没有改变 改变的是什么呢 是他的本益比 从65到85 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欢欣鼓舞的股民 推升的特斯拉的股价 跟特斯拉本身的表现 没什么特别关系 只是现在觉得马斯克很红了 他可能就会有这些机会 所以他的特斯拉已经是一个获利者 他在目前已经是85本益比了 从65一下就跳到85 已经涨了21% 那现在是在高档盘旋 除此之外 他所投资的这个加密货币 虚拟货币 他所投资的太空 星空呢 也都会同样同样的水涨船高 还有X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我时常说 以前我们说叫做 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就是军工混合体 跟政治的关系很密切 但是这一次的选举中间 关系最密切的是金科混合体 金融跟科技的大亨 他们进入了美国政治的直接参与 过去的话 无论是像洛克菲勒基金这些 他们都是用PAC或Super PAC的方式 间接地去影响某些的候选人 去影响政策 可是这一次你可以看到 马斯克的America PAC是外挂的 所以有人会说 为什么雷老师写的159亿的竞选金费 里面没有马斯克呢 因为他们没有按照过去的游戏规则 把钱去投在 无论是个别候选人或者是政党上面 他就外挂了一个Super PAC 他爱怎么样去花钱就怎么花钱 所以他们直接地就影响了美国的选举以外 在选后你更可以看到仿佛有一个川普跟马克思的川马混合体 他们两个共同来延商世界的大事 包含了俄乌的情况 将来的政府的效能 还有在当选的当天晚上 川普他就直接说我们这些外太空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SpaceX真的很厉害 他就讲了大概四十几分钟这些事情 珍惜天才 所以他说这个是中国还做不到的 只有我们能做得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政府很多那种前端前沿的科技 将来也很可能外包给一个私人的企业 所以政府跟金融跟科技的关系 在这次选举中间完全改变 那除了马斯克以外还有Vivik 那个在大家眼睛一亮 在纽约的最后一场大造势的时候 大家说哪里来一个这么厉害的一个 印度裔的科技专家 可是他现在也直接进去了政府效能部 所以这些科技的大头 他们也夹着金融的实力 并且他们自己直接投入政治 然后现在又经由了选上的川普 去影响到美国的走向 而且我认为有些东西是不在美国 现在的制衡体制之内的 譬如说我现在新做了一个政府效能部 他是要跟别人如何去制衡 国会怎么样跟他去产生新的关系 他如果大刀阔斧地去改变了 所谓当时川普说这就是深层政府需要改变 如果他大刀阔斧地去改变了美国的官僚体制的话 那么不但是行政体系跟司法体系中间 可能都没有真正制衡的工具 所以我们看到的真的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金科混合体 正在快速地进入政治 所以马斯克就是说他无论如何都已经是赢家了 像这样子说 冲撞体制造成的这个后续效应 到底能不能够收拾得了 可能也要关注 他没有冲撞体制 他是进入体制 这进入体制但是他要把原先的那种体制 当他进入了体制以后 他能够使用的工具就非常多 我们在台湾对于政治上面 一旦进入了体制 可以做各种的作为的政治政策 非常有经验 那一般的小老百姓根本完全无力招架 的确 这个我们等一下就要来聊 马斯克会不会全力扩张到一个无法想象的地步 不过说到他的特斯拉 因为他的这个相关供应链群组 其中有蛮多是台厂的 像是AS伺服器电池 备源电力模组 还有像是电池制造跟电池模组 其他包括像是汽车零组件 充电基础设施 自动驾驶技术 能源储存解决方案等等 很多的台厂都参与其中 何硕董事长佟子贤最近也被问到 他就说川普如果取消补贴的话 应该会对电动车产业的影响 比对传统汽车业冲击要更大 果真如此的话 那么特斯拉供应链的台厂 安雅老神觉得 接下来要先预备好 要做哪些准备 刚才Joanna跟卓老师都讲了很多 事实上第一个就是说 在美国现在事实上是hybrid 事实上是比较成长的比较多 比较重要 那第二个就是说 坦率来说就是中国的电动车供应链 是最完整的 那那个BRD成本是比特斯拉 要低得非常多 所以美国用关税把中国挡在外头 中国也不会进入到美国市场里头 那当然就是说台湾 基本上搭了这所谓的民主供应链 然后进到美国 那这些公司将来就必须要更美国化 那比方说要不然在Fremont 就是窝在特斯拉旁边 要不然就要跟到这 Michigan这摇摆州里面 帮忙去重建Detroit 那所以基本上 这个就有点像是这个 当年台湾员工分红费用化 台积电是举手赞成的 因为他早就拿到所有员工分红化的红利 以后的新创公司都拿不到了 所以就像熊来了 你要跑得比别人快就来得好 好 这个马斯克确实 这个大家最近关注他很多 因为他刚刚像我们讲的 他要共同来掌管这个政府效率部 而且他这个缩写DOGE 大家也就开他玩笑 说跟他那个狗狗臂 蛮接近的 可是他的权力会不会无限制的扩张 他到底进来以后 进来体制 他究竟是提高了政府的效能 还是说他打压了其他科技业的效率 因为先前他发过推文 就引起了科技业极大的反弹 他说他不了解自己捐赠了 1亿美元的非盈利组织 是如何变成了 300亿美元估值的盈利组织的 那他指控的就是当初 他出钱投资的OpenAI 因为他认为OpenAI 就是为了要完成造福人类的目标 可是后来OpenAI 不只没有公开GPT4的技术细节 而且还授权给了微软 好 所以话回到 我们刚刚讲的说 马斯克现在 他将来进到政府体制 他有非常大的权力 周老师您觉得 大家会质疑的是 他用政治力的手段去对付 万一是未来的 或是现在的商业竞争对手的话 因此引人非议 那这个例子如果一开的话 对于美国科技业会造成什么影响 其实科技业最担心的 就像所有的市场经营者 最担心的就是不确定性 就是说大家对他到底要做什么 如果没有办法很清楚地掌握 或者他要做的是已经跳脱出既有的这种制度的限制 那当然就会对科技业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负面的冲击 那我觉得分两部分来讲 第一个是这个法律的诉讼 因为他现在这个法律诉讼 其实还是在这个既有的游戏规则里头去玩 因为他认为他认为说微软跟OpenAI所签的这个约超过了原来双方的这个合作范围 他说因为这个原来的这个合作范围其实并没有包含到说 他可以让这个微软去垄断性地使用他的这些所谓的语言模式 那事实上微软因为跟他合作之后还投资了130亿美元在这个OpenAI里头 可是OpenAI同时也去成立了其他也参与了其他的一些公司的创立 包括这个马斯克自己的这个XAI 所以现在他是联合XAI 还有他自己另外一家公司叫Neural Rail 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人家说是他小孩子的妈妈的一家公司 他们好几家公司联合起来 等于就是他主打的是反垄断了 所以这个部分到底会怎么样我不知道 因为他去今年2月也提过这个案子 后来在这个法院要开始言辞辩论的时候 他就撤回 所以这次他到底玩什么游戏我们不知道 可是可以这个部分是在游戏规则之内 比较大的冲击是在于他在这个政府效能部 因为他号称要减掉两兆 政府预算减掉两兆 也就是美国今年6.37兆政府预算里的三分之一 所以这里头裁掉的很多的工作 会不会影响到美国政府的科技采购 那这些科技采购又针对了哪些科技产品 哪些科技公司 我觉得那个影响就会非常大 OK 安雅老师您觉得呢 就延续卓老师刚才讲的 就是说looking long-term 伊朗认为说 将来的intelligence只有1%是biological 反正99%就是digital 所以对他的角度来讲 他觉得这是一个extential threat to humanity 这是像当初的newk power一样的 所以说AI必须要检管 同样的open AI当初的funding agreement是一个non-profit for humanity 可他现在变成帮助microsoft做一个AI monopoly 所以基本上open AI已经变成一个披着羊皮的狼 就是我说我在做charity 可是我实际上是做commercial的事情 所以说像open AI它平均人的薪资基本上是silicon valley的人的2到3倍 那所以这个也许是少数 就是说对世界来说是有希望伊朗在做的事情 就是说因为中国是要监管AI 那美国将来走监管AI的路 除了climate change 是G2两个可以合作的 多一个AI的监管是两个可能可以讨论的方向 long-term应该是好事 如果发生的话 所以你看到马斯克其实也是变来变去的 面对川普也是变来变去的 川马两人 这个未来 难怪最近有人也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川普跟这个马斯克他们的蜜月期 到底能够维持多久 中美两大强国之间的关系会怎么样演变 而其中有一个人的角色相当的关键 就是在这一场选战当中 他全力all in支持川普的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马斯克他是非常了解两岸形势的美国商人 而现在他有了新动作 我们来看到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马斯克旗下的SpaceX公司最近就以地缘风险为由 要求多家的台湾供应商要把新链的供应链移出台湾 把这个生产线要移到越南、泰国 那SpaceX大约有12家的直接供应商是来自台湾的 包括您从头上看到 企机、声达科、华通、进棚、药华这些企业 那这些供应商又很仰赖另外数十家的台湾外包商 所以来说台湾是拥有很庞大的卫星产业 去年的产值就超过2000亿台币 那我们的经济部长郭智慧在11月6号表示说 对外媒的这些报道都是给予高度的关注 但是他认为台湾在这一块领域上的供应链是非常强的 有可以因应的能耐 好 不过大家也很关注说这个马斯克他出钱出力这样大力挺川普 所以接下来马斯克的角色应该会很重 应该会有不少的话语权 好 李将军想请问你了 那现在他把这个供应链要求移出台湾 是马斯克已经嗅到什么样的讯号了 马斯克当然嗅到讯号 我们要讲一句话叫当机立断 马斯克他是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来讲的话 我觉得他的个性 他当机立断这个果断的做一个决定来讲的话 是他成功的一个基本的条件 那马斯克来讲我们都知道他是很轻忠的 他甚至讲过说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他的超级大工厂 这个是在中国上海那个地方 我想这些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那马斯克现在他旗下有两个重大的一个企业 一个就是电动车特斯拉 另外一个企业就是星链计划 但是你要知道星链计划不是光把卫星发射到天空去 就可以了 而是在地面上面你要有接收站 那地面下面我们刚刚讲的台湾这些企业来讲的话 就是做地面接收站的企业 那就马斯克来讲 如果说是我光把卫星打到天上 我如果地面没有接收站 或者是供应链断掉来讲的话 我这卫星等于是白打了 所以他确保他地面的接收站 这些供应链能够完好无缺 那这次来讲我们可以确认来讲 马斯克可能在第一时间 他可能他不是秀到什么 我觉得他已经知道些什么 因为他经常跟中国大陆有很密切的来往跟接触 其实如果说你问我们台商 他们大概也都会有机会跟这个对岸的一些高层接触 他也可以得到一些讯息或一些感觉 所以我觉得马斯克在第一时间果断做这个决定 那当然很自私地讲 他是为他企业着想 那你不要跟我讲说是这个企业家 他会什么自由民主这些 这个主义或者是正义伸张 他们不管这些 他就是唯有钱赚 你不要把我公益链断掉 所以我觉得这些企业要求他出走 因为他已经下了最后通牒了 那这些在第一时间就已经接到最后通牒 他们要求他们要移到越南或泰国 那我们从经济部长 郭志辉讲的这段话里面 我们也可以听得出来 郭志辉也默认有这件事情 确实是有这种状况发生 他也只能很无奈地讲说 我们台湾有很强的供应链 问题是说我们有这种技术 有这种能耐 但是不一定要在台湾制造 会不会被迫离乡背井 到泰国或到越南去设厂 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 当这些企业都被迫到越南 泰国去设厂 如果说ECFA也是一样 再加进去的话 台湾会面临这种产业被掏空的状况 再加上我们经常讲的美基电 如果说川普当选以后 硬要台积电搬到美国 再去设厂来讲的话 当我们台积电被掏空了 我们这些科技产业 被迫到越南泰国去设厂 那我们台湾的失业率 会高到什么程度 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思考的 那我们难道 我们只能靠水果吗 靠水果靠农业吗 水果农业现在也靠不住了 现在水果农业我们也都知道 对外来讲 他也可以用很多种的手段 比如说关贸壁垒调查 来让我们的农产品 没办法输出到大陆 所以在这方面面 我觉得民进党都必须要 很诚恳地去面对 解决这些困难 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继续来看到彭博 还有另外一项分析 他说马斯克在中国 是有庞大的商业利益 因为目前特斯拉电动车 大约有半数都是在中国制造 那美国企业研究所的 高级研究员西索斯 他就说马斯克极度轻忠 所以他认为中国是绝对会利用这一点 来影响川普政府 好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 美国风险投资公司 互联资本的创办人许凯文 他也分析 特斯拉和中国之间 就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马斯克将成为在美中 很多的技术 贸易议题方面的关键传话人 好 那是不是马斯克 他真的有可能会成为 这个中国跟川普之间的传声筒呢 杨老师您的看法 我如果是马斯克 我不会去做台面上的这个传话人 我觉得我的生意 没有错 大家都知道 我跟中国的关系生意密切 我也知道我在政治议题上 甚至台海议题上的这个发言 他觉得两岸一定统一 但是呢 也知道说 我过去其实完全地下注在川普 而且对于川普的当选 就是有很大的注意 但政治是政治 那商业是商业 那中美关系呢 又是一个更复杂的 双边的竞争关系 所以呢 他从纯粹商业的角度 那可以 但是你要进入到 外交战略的这个层面的时候 我觉得马斯克应该知道 他那个界限何在 可是 他实际上的这种 跟川普的个人关系 跟信任 还有他商业上的这个利益 特别在中国大陆 因为大家都知道 而且 也就表示说 中国大陆的商业的经营 设厂 他的这个市场投资的重要性 所以他本身的这个存在 跟他和川普的个人关系 就会使得川普 以及他的阁员们 在制定对中政策的时候 会多想一些 那当然 这个该竞争的要竞争 该谈判的要谈判 然后呢 该这个提高关税 提高关税 那我觉得马斯克 不会去成为台面上的 所谓传话人 但是呢 他会去 可能在 私底下跟川普 互动的时候呢 川普一定会问他的意见 那他会很直言地讲 他不会说 对不起 这个不是我的领域 因为我们知道 他现在可能会担任 所谓的政府效率委员会 的主席 那个不叫真正的阁员 但是要看他 发挥影响力是怎么样 所以有时候 这个影响力不一定是要做了什么 这个职位 而是他真正跟那个最重要的 就是老板之间的关系 那马斯克 我觉得他会要另外一块 那就是科技 太空 跟军工 那特别跟太空 或者是科技 AI有关系的部分 我觉得他可能会要这一块 在发言权上 以及影响力上 所以呢 我倒觉得这么聪明的马斯克 应该不会把自己放在 这个所谓的这种考盘上面 去被人家又再指指点点地去 这个怀疑他 是好 说到马斯克 我们就来看到 11月6号在川普胜选之后 因为担心这个新的关税战 所以各家汽车制造商的股价 当时是全面下挫 但是唯独特斯拉 他在利多的加持下是独强 当天Duke飙涨了将近15% 所以我们想请教钟老师的是 未来如果北京 他们真的要拉拢马斯克的话 还会给这个特斯拉 更多的优惠吗 是的 这个马斯克作为一个红顶商人 能够悠游在美国跟中国之间 而且左右逢源 基本上还是身乱柔软 而且不会讲出一些 让两边都不高兴的话 刚刚丽江女友提到说 马斯克曾经在去年 大概在9月时候 2023 9月时候 讲过一句话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引起渲染大波 我们的外交部长 吴昭燮发布新闻 痛批他 那我们驻美代表 萧美琴也在 这个推特上发文来驳斥 不过也有人帮马斯克喊冤 因为他是在接受 Podcast访问的时候讲的 他的全文是这样 他是说 这个统一台湾 是中国既有的一个国策 然后从他们角度来看 台湾就如同夏威夷 至于美国 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可是台湾不承认 所以他有特别想要 从他们角度来看 不过马斯克对于这个方法 后来也没有承认或否认 也就是随他 笑骂随他 那么我们特别提到一点 就是说 因为刚刚杨老师也提到 这个在上海 有这个特斯拉的超级工厂 那如果说 未来中国要拉拢特斯拉的话 过去他在超级工厂 所做的一些优惠或协助 应该也会体现在这些方面 那综合国内外娱乐 大概有五个变相 第一个是土地跟基础设施的支持 帮他廉价取得 设厂房的这个低价的土地 租赁的低价 然后水电马路的这个基础设施 把它弄得完善 第二点是税收优惠 比如说生产设备 从美国进口 可以扁除进口税 然后进口关税 然后国内销售 可以扁所得税优惠 第三点是融资支持 提供他优惠贷款 还有政策性的融资 以及政策支持 把特斯拉车列为国外产业车来采购 那甚至有产业链配套的协助 上下游产业 包含宁德时代电子等等的资源 所以总的来说 尽管这个特斯拉在中国 试探率从70%变成17% 那总体销售量已经变第三名了 但是因为它在高价的豪华车 仍然还是排名第一 特别是作为特斯拉最大海外市场 我相信这个马斯克 还是会谨慎经营 它跟中国的关系的 中美的电动车产业 接下来要何去何从呢 川普在一起之后 首当其冲的恐怕就是电动车产业 因为补贴会减少 唯独啊 这个选前大压宝成功的特斯拉 有没有可能逃过一劫呢 尤其川普现在当选了 会被意外促成 所谓的中欧关税谈判 我们来好好讨论一下 好 现在最近消息传出了嘛 因为欧盟对中国电动车 汽车加征关税已经正式生效了 所以呢 中国商务部的新闻发言人 就已经透露这个讯息了 欧盟的技术团队11月2号就已经抵达北京 双方现在就整个关税问题 要有更多的磋商跟协调 到底会谈些什么呢 现在不知道 那我想先请问一下季文哥 好 现在基本上川普当选之后呢 对于整个电动车产业 恐怕也会出现一些关键的变化 但是这会不会意外 促成了中国大陆跟欧洲的 这一波谈判细节 毕竟过去来说 双方对于关税一直是争议很大 其实川普上来 确实对于中国大陆和欧洲来讲 这个未来的经济蒙上一个很大的阴影 因为川普的特点就是美国优先 不管敌人和朋友他一律照打 因此川普第一任的时候 这个欧洲 日本 韩国 在很多产业的这个相关的政策 和相关领域来讲 也是受到美国这个挥大棒 然后属丝惨重 这种的压力其实大家都依稀有印象 因此川普2.0 他已经扬言在很多领域 他要持续以前的政策 而且大家都认为 他会做得更为激进 因此对于中国大陆和欧洲来讲 他们会共同感受到很大的压力 因此目前针对因为电动车 这个要增加关税 所引起的双方的贸易这种矛盾 那是不是会演变为更大的摩擦 或者最终造成双方酸输 我认为都会为这个整个极端的状况 发生踩一个刹车 特别是这个川普的因素 我认为他未来会持续的发酵 尤其是川普 未来随着他当家执政的时间越来越近 他会举出更多的一个 更为清晰的政策 这样政策陆续出来以后 我认为对于欧洲和中国大陆 在这个双方谈判来讲 最终达成一个都可以接受妥协的一个方案 我认为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至于说电动车这个加税 那目前进行的 我认为这个对于欧洲来讲 他要求就是 你中国大陆的电动车未来输欧洲 它必须要有一个最低价格 否则我欧洲当地的汽车都不用混了 第二个就是你要到欧洲进行投资设厂 因为投资设厂其实中方之前讲的 这个计划蛮多的 包括迪亚布亚迪到土耳其 奇瑞到西班牙 还有东风到意大利等等 那都有好几个计划 但是因为欧洲之前已经说 我要增加关税 所以就很多都叫黄或者推迟 因此随着压力越大 那我认为在价格的妥协上 双方会有空间 另外设厂 那这个也可能解冻 而且对于中方比较关心 就是我设厂以后会不会核心技术 或整个产业都端给欧洲 我认为他也会采取一个折中的方案 因此谈谈打打 然后最终妥协 我认为对于中方来讲 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双赢的局面 好那我要延续这个设厂话题来看 因为现在就有消息传出来 基本上欧盟增加这个关税问题 所以中国的汽车制造商 他准备又就要赶快去逃嘛 他打算在世界各地去造新厂 那我就可以躲避掉 我在中国制造这样的一个关税壁垒 可是北京政府不这么认为 北京基本上是阻止他们出海的 为什么 电动车这条路走了十年 中国走得不容易 好不容易现在壮大成 现在世界上大家都要怕他们 那问题是你现在让这些企业出走 你是不是等于就把技术 甚至是相关的供应链 可能都让他们留在国外当地了 那现在会不会有更多的敌人出来的呢 所以上枝根你怎么来看 这个欧盟的关税 会不会是北京限制 这些车器海外拓展最好的理由 是不是说的很重要 确实是现在中国大陆会怎么 在处理自己本身国内汽车产业 包括电动车产业在内的 全球布局扩张这件事情 我认为这个部分是多重角度有困难 所以我看起来 整个北京方面 对于国家的大的政策政略 正在形成 还没有最后确定 这是刚刚所提到的 现在因为关税 欧盟增加 包括电动车关税 整个当中有赞成有反对的 在先前要知道 其实包括我们讲投赞成票的 也就是跟中国敌对的 法国跟意大利 其实上企跟法国正在谈 比如说包括入股 甚至包括投资 或在设厂跟菲亚特合作 意大利的部分 极力除了Volvo之外的话 还有好多 包括纪文讲的之外 那么特别极力 因为在欧洲 Volvo收购非常成功 他也想收购意大利 一些比较高端品牌的 都已经谈到七七八八了 所以包括设厂或入股 各方面非常灵活 这也是过去 中国大陆鼓励的 但是因为就是现在 欧盟整个内部的态度 对于中国的汽车产业 这个部分 它内部很复杂 所以这个复杂程度来讲 有敌人 有盟友 这里头可能 你即使跟现在这个敌人 包括法国 意大利 一合作 刚刚讲的 你的技术过去了 没有错 中国的汽车产业要生长 我现在产能过剩 我要到当地设产 闭关税 逻辑上合理 可是对的 中国国家产业 一旦分散 它要处理各国 跟中国的关系 可不是你们车厂 你们车厂投资当中 只有跟北京 跟国家求救 国家帮你解决问题 然后收拾这个残局 会变得非常复杂 所以我觉得 中国现在北京 在观察 整个欧盟当中 能不能还是可以统整 如果不能统整的情形之下 要先暂停 不能够野蛮生长 中国大陆产业 经常产能过剩的时候 就野蛮生长 大家你入股 我投场 这个部分变得很难掌控 但是现在要知道 中国大陆电动车序 全球欧美都在打 都在拦 都在卡的 所以这个部分 一定要先弄清楚之后 才能开始放开来 让这些汽车产业 继续往前走 好 那的确 讲到这个电动车产业 我想问大使 有一个人 他特别会不会就逃掉 逃过一劫 就是马斯克 哇你看 他真的压宝压得很对 多挺川普 各种还发钱 你投票我就发奖金给你 结果现在 他是不是压宝压 对了 未来的电动车产业来说 分析人士都自己这样讲了 整个电动车产业 恐怕都面与不利的处境 唯独啦 唯独是不是Tesla 有机会免疫 毕竟我们讲到 这个背景背景 因为拜登政府过去 是积极在给电动车 各种的补贴 各种的优惠的 所以对电动车的 发展产业来说 其实这些厂商 基本上对他们是有利 问题是现在 川普上来之后 他已经讲了 他基本上就是顶多 他就是会减少 整个过去来说的 电动车的补贴政策 这可能就会打击到 美国当地的 传统汽车制造商 Tesla会不会是这一次 这个川普上来之后 电动车产业当中 他最大最大的优势 对 川普基本上是反对电动车 那是讲给这个 产油车的那个厂商听的 骗选票的 那事实上的话 他基本上 我觉得他上任以后 为了Tesla 他很多办法 可以让Tesla 在美国独享优惠 比如说他这个优惠 这个税收优惠 现在这个税收优惠 在美国是 你只要是美国产的 这些 或者非美国产的 你买这些车子的时候 我都给你消费者一些优惠 所以消费者 你买电动车 我就给你一些 这个税上 还有一些所谓 cashback这种优惠 所以川普可以讲说 你只能买美国厂牌的 你只能买这个 在美国生产的 这些电动车 那不就是 就是把这个球 做给了特斯拉 因为特斯拉 全世界有四个厂 有两个在美国 一个加州 一个德州 另外一个在上海 另外一个在这个 在这个柏林 那可以说 你如果说 Made in USA的话 我就给你这个优惠 所以这个对于特斯拉来讲的话 这样子的话 你这个德国 或者将来 未来法国的电动车 要进入美国市场 它就得不到这个优惠 那就把美国市场保障 给这个特斯拉 这个政策上很容易做到 另外一个 川普常常讲说 欧洲人 问题更大 我们买了他们 这么多汽车 你在德国也好 你在法国 看不到我美国车 那这个就变成 川普去跟欧洲人讲说 你得买我美国车 尤其电动车 那你要给 给我们的电动车优惠 我就让你的车进来 要不然你的车在美国车 我就找你麻烦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川普的 可以的政策的工具 它可以做到的程度 非常的大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走到哪都一样 有朋友就好办事 你朋友是美国总统 你的产品还不大卖 他有的是办法帮你 所以我觉得就变成 特斯拉这个花了 一亿多美金 支持川普 他可能的回报 是数百亿美金 这个生意人 不做赔本买卖 那这个出手 必中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 他押这个川普 这押对了 而且他押的是 川普的决断力 跟他的美国优先 这两个 你押拜登有什么用 拜登又不会去帮你整德国 他把德国人 德国人捧在那个地方 因为他想要怎么 做世界霸主 要这个德国配合 他的恶物战争 那就牺牲美国的利益 川普不一样 川普只要你是美国人 只要是你美国的工厂 只要你在美国生产 什么好处都给你 那你只要不是美国人 不是美国生产的 不是美国人的工厂 你就受他的修理 所以马斯克准备大赚其钱 那中国怎么办 中国电动车 现在是一个头两个呆 他对中国课税 绝对不手软 中国本来就没有 没有美国的市场 可是这一次 我觉得川普的做法 会让中欧联手 因为德国车 已经在美国市场 要受到打压了 他还会牺牲掉 中国大陆市场吗 我们详细 和大家 有点 Tamara 谢谢观看